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终于读到约伯记的最后一章 还记得贯穿整卷约伯记的核心问题吗? 那就是约伯心中最大的疑问 为什么上帝要让我经历苦难? 当约伯经历了这么多的孤独与挣扎 终于再次与上帝连接时 他真的能够从上帝那里得到这个问题的解答吗? 让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第42章 约伯记第42章 约伯回答耶和华说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 你的旨意不能拦阻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 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 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求你听我 我要说话 我问你 求你指示我 我从前封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因此我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 就对提曼人以立法说 我的怒气 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 因为你们议论我 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 现在你们要娶七只公牛 七只公羊 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 为自己献上烦祭 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 我因悦纳他 就不按你们的愚望伴你们 你们议论我 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 于是提曼人以立法 书亚人彼勒达 拿马人所法 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 耶和华就悦纳约伯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 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 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 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约伯的弟兄姐妹 和以前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 在他家里一同吃饭 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 都为他悲伤安慰他 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 和一个金环 这样 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 比先前更多 他有一万四千羊 六千骆驼 一千对牛 一千母驴 他也有七个儿子 三个女儿 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 次女叫基西亚 三女叫基连哈普 在那全地的妇女中 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 他们的父亲 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 此后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 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 这样约伯年纪老迈 日子满足而死 感谢神 约伯承认了 自己口出狂言的错误 并且真心地悔改 神不仅恢复了约伯的产业 更加倍赐福给他 虽然直到最后一刻 约伯仍然不知道 为什么苦难会发生 但是这个答案对他来说 似乎已经不再重要了 对吗 能亲身经历神 已经使他过往的苦涩 都变为甘甜 相信现在 在约伯的心中 再也没有什么 会比神本身更重要的 亲爱的朋友 我们一起读完了整卷约伯记 你真的非常棒 这是约伯的生命故事 愿你也能在自己的生命旅程中 真实经历神的同在 下一章开始 我们就要进入 大家都引尽期盼的诗篇 让每个早晨 从一篇优美的诗开始 浸泡在神的爱中 火炙充满温暖的每一天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爵叔 谢谢你 让我从约伯记中 更认识了你的权柄智慧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也能常常经历你的同在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我们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